这个角度就能够看到双龙瀑布 这两个瀑布看得清楚以外 也可以看到前台湾最长 落差最大的双龙彩虹吊桥 也可以看到这是旧桥的地方 这个彩虹吊桥 有342公尺的长度 它用作七彩的颜色 红成黄粒蓝电子 所以才叫做双龙彩虹吊桥 它的落差 从桥面上到底下的山谷 有110公尺 大概40层楼的高度 我们再往这个角度看一下 它是位于台湾南投信义乡 深山的山脉里面 这些从岩壁奔出来 这瀑布水质非常清澈干净 它就在山谷当中 我还是在山谷 这些从岩壁而上 本岩壁门 这就是双龙瀑布 与它的彩虹吊桥